2023年日本地方选举23日拉开帷幕 全国九道府县知识选举已开放候选人登记 投票将在4月9日举行 在香港上市的食药集团22日发出公告称 他们所研发的新冠mRNA疫苗在中国纳入紧急使用 这是中共批准的首款新冠mRNA疫苗 美国联准会22日召开利率决策会议后宣布升习一码 将联邦基金利率调升至4.75%至5%的区间 达到2007年9月以来最高 法国年金改革在全国引发抗议浪潮 但法国总统马克宏认为势在必行 即使因此不得人心也愿接受 希望改革在年底前开始实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